你的药可以给我看吗 我们没有要说那是什么药 我们只是想看 你要吃的药是长什么样子 三个药 首先是这种的 这个是怎样子 一天吃几次 这个有三种 早上要搭 还要再搭配这个 早上 然后晚上就是这个 跟另外一个 跟这个 很像坚果的 这个 三颗都一起吃 有没有很苦的在里面 没有 如果你 就是 非常浓化 非常浓化就会苦 很苦 你想好我现在交粉 所以要拍他吃 没有他现在已经在拍了 然后我们在旁边打他 他现在已经在拍了 真的哦 甜甜波休息是一整个系列的实践秀 然后我们在那边自拍 最主要并不是说 偶尔是要经历这件事情 而是 让我们 去面对这件事情 并且告诉大家 健康挺从小的事情 嗯 好 甜甜你这一个礼拜 是要 有什么改变吗 欸 这个礼拜了哦 有比较好 我觉得 快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原本那个 胃酸会起来 还是怎样 没有就我没有那么胃脏气 嗯嗯 胃脏气 我觉得这部分 有好很多 但 喉咙的部分 死好死坏 就是 卡卡的那感觉 就是胃死到逆流那感觉 哦有会会有突然肿起来 然后就觉得好像 一无在哪边 吞不下去的感觉 嗯 有时候有时候会有那种情况 你没遇到过吗 然后 后来就是有东西吞不下去的感觉 就会一直打嗝 打嗝 打嗝 有交代说 你现在什么东西不能吃吗 就是 就是甜的啊 刺激性的 辣的 之类的 很多美味的东西都不能 就是清淡的对不对 没错 那你告诉我们 你今天早餐吃什么 我今天早餐吃优格 这种情况 你已经持续多久 就是 改变饮食习惯 从哪一天看完医生之后 对啊对啊对啊 这样算算起来 应该有 四天或五天了吧 嗯 体重有没有变轻 诶 说真的真的有诶 我变轻两公斤诶 哇 不知道为什么 这速度有点 太快 吃宵夜的习惯应该已经改掉了 对 我睡前三小时 三小时前 不会吃东西 所以你原本会吃哦 不是就是比如说 有啊以前开直播10点点 好像说我要去吃东西 然后我还叫他不要去吃体重管理 那你现在也都是12点之前就有去睡觉了 没错 我还没有还没有破机率 吃货们的拍片多少应该会受到影响吧 有没有我们要做什么改变 不能吃呢 不要吃太怪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也很少拍吃的 比如说像那个怪味蕾跟糖就不能吃了嘛 对不对 啊 对对对对 很多吃的都不能拍了吧 真的 就是 但我觉得应该就是少量还是可以吧 不要过多就好了 好 那我们之后再看 再一个礼拜就可以吃完药了 嗯 没错 姐姐要加油 好 好